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工会的人大家商议 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人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 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统捆绑 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理给他们办 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 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 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 我怎么办他呢? 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 叫齐了全营的兵 他们给他穿上紫袍 又用金桔编做冠冕给他戴上 就庆贺地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又拿一根尾字打他的头 吐唾沫在他脸上 屈膝拜他 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 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有一个鼓励耐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卢浮的父亲 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 他们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带耶稣到了格格他地方 格格他翻出来就是窟窿地 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 他却不受 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粘纠分他的衣服 看是谁得什么 钉他在十字架上一试试出的时候 在上面有他的罪状 写的是犹太人的王 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 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 摇着头,说 嗨,你这拆毁圣殿 三人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 彼此说,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笑他 从武证到身出 遍地都黑暗了 身出的时候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 翻出来就是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看啊,他叫以利亚呢 有一个人跑去 把海绒沾满了醋 绑在围子上 送给他喝 说,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耶稣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店里的慢子从上到下 裂为两半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还有些妇女圆圆地观看 那中有摩达纳的玛利亚 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撒罗米 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 跟随他 服侍他的那些人 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 在那里观看 到了晚上 因为这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在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 他是尊贵的义士 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 便叫百夫长来 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 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 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 约瑟买了细麻布 把耶稣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盘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 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 摩达纳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 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过了安息日 摩达纳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 玛利亚并撒罗米 买了香膏 要去高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 就甚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乐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 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 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耶稣复活了 就先向摩扎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时他们正哀动哭泣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 被玛利亚看见 确实不信 这事以后 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变了形象 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后来 十一个门徒做习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 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 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习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避好了 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 后来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门徒出去 到处宣传福音 主和他们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阿们 马可福音15章说到主耶稣的受死 埋葬 以及他的复活 升天 他对我们的托付 讲这几件事情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5章 我们要在主耶稣 在接受死的审判 在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 死亡的过程 还有埋葬的过程里面 去看见主 你今天也要在我身上 做出得胜的工作 因为你的死不是白死 因为你的死要在我的身上 赢得主权 把我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 败坏 罪的刑罚 死的恐惧 都要完完全全的消除 所以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15章16章 你要不断的去宣告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做成的 要成就在我的身上 首先我们要来看 第一节到第二十节 第一节到第二十节 当时是在整个 耶稣在受死的审判的过程 而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是从清早天会亮的时候 可能是在半夜的时候 就召开了一个审问 一到十节 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认不出来 他是弥赛亚 因着嫉妒 因着愤恨 因着里面起的一个凶杀 他弃绝了弥赛亚 所以亲爱的家人 我们要祷告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主啊 宗教领袖 他们的这个每一个反应 骄傲 嫉妒 眼睛看不清楚 虚假 谎言 主 你在受死的审判的过程里面 你显明了这些宗教领袖的心态 主 你要除去我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里面有嫉妒 我里面常常觉得 有些事情不公平 我里面总觉得 好像我比不过人 主 在我里面有个不安全感 主 在我里面好像有骄傲 主 你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工作 要完全把我里面这些的恶 完全地除去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 第二 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两个耶稣 一个叫做巴拉巴耶稣 一个叫做 称为基督的耶稣 犹太人的王耶稣 他们不要 这位基督耶稣 他们要这个强盗 他们要这个杀害罗马 官长的这个人 我们第二件事情要祷告 就是主啊 你一定要除去我里面 有一种 硬心的选择 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 明明知道我不该讲这句话 明明知道我不能做这个抉择 但我硬着心 硬干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 就是硬着景象 要做这个决定 求神要联名我们啊 你不要以为今天 这群宗教徒说 释放巴拉巴 释放巴拉巴 钉死十字架 耶稣 让耶稣钉死十字架 你会觉得 哇 我们在看戏啊 那是看 两千多年前 耶稣的经历 今天这种的抉择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 我们都有 我们里面会很硬心的做选择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选这个 但是我就不要选 因为我要顺着我的肉体 顺着我的情欲 顺着我里面的渴望 可想 我就是不要遵照主的义 我要照着我里面的旨意 硬心的做选择 我们跟那群人一样 钉死耶稣 我们要释放巴拉巴 我们也一样 求神救我们 耶稣在这样死的审判的当中 他所受的刑罚 主救我脱离这种 硬着景象的选择 坚决要离婚 我坚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坚决我要换工作 我坚决我要搬家 太多人有这种的 照着自己的心态做决定的 你里面的倾向 很可怕的 第三 在第十五节 比拉多 讨好人啊 我们要求主怜悯 不要去为着人会生气 为着人喜欢 我就说出讨好的话 做那种讨好的事 比拉多今天就是在做讨好 我们的身份尊贵到一种地步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自己不配 我们自己不够 我们自己矮人一结 我们要得着人对我们的喜悦 我们不知道神很喜悦我们 所以我们去讨好别人 对我们的肯定 对我们的接纳 寻求爱 寻求人的认可 主啊 你在十字架上 在受审判的时候 主啊 除去我里面对人的讨好 第四个 这些冰钉啊 打耶稣的头 吐唾沫 假装在他面前拜他 戏弄他 我们要求主 我里面也有像这种冰钉的心态 我里面啊 常常有时候会对人的凶狠 跟对人的羞辱 我们只是今天不是冰钉而已 如果我们今天受了很多的压力 很痛苦 在罗马当时的环境 我厌恶罗马人 有个犹太人被我们欺负啊 我可能欺负的比这些冰钉还更狠 你不知道我们里面的恶 我里面的那个嫉妒 我里面那个骄傲 我里面那个暴力有多么恐怖 有时候在实际上除去我里面 对人的羞辱 对人的凶残 对人的恶 我对人的伤害 有时候我是对用言语去伤害人 我用情绪去伤害人 我用我的拳头去伤害人 我用我的掌控去伤害人 哇 赦免我 你在实际上 你在审判受羞辱的过程当中 这一切都要从我的生命里面 完全的拿走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过程 在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 你看到过程当中有几个人 二十一节你看到了被勉强的西门 主你今天也勉强我 如果我里面有不顺服 主你勉强我 可以跟你一起背上十字架 第六节 第二个 主耶稣一吃了那个 用墨药调和的那个醋跟酒 主耶稣就不吃了 主耶稣你帮助我 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我要看见你为我受刑罚 你没有选择一条简单肉体舒服的路 主你帮助我 第三你看到了那个比拉多 写上了犹太人的王那个罪状 主你是王 但你为我的罪而死 主你给我一个勇敢 给我勇敢 要知道你是我生命中的王 二十九节到三十节 有一群人在路过的人也在骂耶稣 救救你自己吧 救救你自己吧 我们今天会不会也讲这种话 我只在乎自己 不在乎别人 救救你自己吧 你先做好了再说吧 入骂主 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祭司长跟文字也计俏主 你不是说三日建造吗 你有办法吗 来啊 三十二节 连那个强盗被钉在石架上 还要嘲讽主 亲爱的家人 这就是死到黄河 连见到黄河 见到棺材都没有悔改 我里面有时候心硬到一种地步 明知审判要来 但我坚决不认错 还有看热闹的这些人 我们称为吃瓜群众嘛 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啊 他在海湖海以利亚 别人受苦 别人伤痛 我在旁边冷眼旁观 嘲讽 亲爱的弟兄姊妹 钉十字架的过程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过程 周围的每一个人的反应 都显明了我里面的恶 我里面有没有 我可能就是那个比拉多 我可能就是那个朝风主的路人 我可能就是死到灵头 还在计俏主的强盗 我可能就是旁边冷眼旁观 那个看热闹的人们 主啊 洁净我 我里面的恶 都在这个第十五章 这个场景当中 被显明了出来 你不要以为你那都是只是 现场的记录 其实这现场的记录 把人心里面所有的恶 全部都浮现出来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整整六个小时 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 祂走过了 今天神就可以把这样一个罪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完完全全出去 祂已经审判这个罪 定罪这个罪 把这个恶 从我们生命当中 完全地挪走了 所以你要勇敢地宣告 主啊 祢做成的 在我的身上成就 在我的身上成就 今天就为我成就 第三我们要来看到 耶稣在死的过程 殿里的曼子 从上而下裂开来 主耶稣把我们 带到神的面前 祂成为我们的宗宝 百夫章也说 哇 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啦 我们最宝贵的是 四十节到四十一节 这群的妇人 一直跟随着耶稣 没有离开 直到坟墓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教会当中 有没有这样一个 爱主的心服 在教会当中 有没有这样一个 勇敢的弟兄 像四三节到四六节的约瑟 我们需要那些 忠心服侍主 勇敢跟随主的姐妹们 我们也需要那个勇敢 为主去摆上的弟兄们 那就是主要做的 所以主耶稣被埋葬 在这坟墓的里面 我们真的说 祷告说 主在今天看到 第四五章的时候 我不要成为受死那些旁观者 我要成为你在埋葬的那个时候 服侍你的那些妇人 我要成为那个勇敢的约瑟 到了第十六章 记载着主耶稣的复活 在这复活当中 有四件事我们必须要去知道 谁先去啊 妇女又是妇女 主复活的宣告 也是向这些妇女所宣讲 所以这些妇女就 勇敢的去传讲 很有可能就是那个 摩达拉的玛利亚 也很有可能就是耶稣的母亲 这群妇女们清早就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是一个爱主 爱到一种竭力去要神的人 而在这个当中 第七节特别 讲出了三个字 汉彼得 告诉我的兄弟们 何彼得 告诉我的门徒们何彼得 马可福音是 彼得口述的 四福音当中 只有马可特别记载 何彼得这三个字 所以这三个字 对彼得而言 特别的宝贵 彼得深深的知道 我曾经在人的面前否认了 我今天我不知道 主耶稣会不会再承认我 但主耶稣在复活之后 对妇女选献 他就说 汉彼得 耶稣饶恕了我 耶稣赦免了我 耶稣接纳了我 亲爱的家人 这三个字 汉彼得 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你看耶稣好细腻 耶稣细腻到 我们每一个羞耻 我们过往的每一个羞辱 我们曾经在侍奉上面的跌倒 我们曾经在侍奉上面 曾经的软弱失败 别人都看不起我们 我们可能就在这个羞耻里面 可能就过我们的下半辈子了 但请记得一件事情 耶稣要恢复我们 耶稣会记得我们的名字 耶稣要把我们 重新的再吸引出来 所以亲爱的家人 如果你曾经在侍奉当中跌倒 在侍奉当中曾经被羞辱 在侍奉当中曾经抬不起头来 今天汉彼得这三个字 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是主所在意的 主一定记得我们 主不丢弃我们 我们只要悔改 主会把我们重新 恢复到他的面前 主复活以后 也向很多人显现 第九到第十节 就是告诉我们 他向很多人显现 主还责备我们的不幸呢 你看以马五世那两个 所以你跟神祷告说 主啊打开我的眼睛好不好 你对我吹气 你亲自向我来剥饼 每次我剥饼的时候 你开启我好不好 你能够向我吹气 让我可以明白圣经 打开我的心窍 让我可以明白圣经 如果我哪边有不信 我哪边有对你的质疑 我哪边对信仰有摇摆 主你赶快来找我 以马五世的人 他们就受不了了 赶快离开了 伤心的离开耶路撒冷 但耶稣把他们挽回来 亲爱的家人 如果有弟兄姊妹们 因为信仰的道路上面 走不下去离开了 把他挽回来 我们也靠着圣灵的能力 去把那些走向以马五世 那些弟兄姊妹 一个一个都挽回来 所以有没有一些名字 在你的心中 有些人离开教会了 今天求神帮助我们 拨个电话 打个简讯 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 15节到18节 主就提醒我们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而且信的人有神迹 随着他们 就觉得赶快去传福音 神迹会随着我们 但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神也与他们同工 最后19节到20节 你真的要很宝贵一件事 这就是马可福音 仆人耶稣 主升天了 主已经升天了 主还在继续工作 主说你们继续传 我就用神迹随着你们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要再继续跟你们同工 你看这个仆人不休息的 仆人不休息的 所以我们口吃毒物 或者是守人拿舌 其实都在讲神迹奇事 主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只要做工 我们旁边就有个伙伴 就叫做耶稣 你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找不到同工 我们有个最好的同工 就是耶稣 整个马可福音 从一开始的侍奉 到16章 也是用侍奉结束 所以马可福音 都是一直告诉我们 这位服事的主 这位爱我们的主 他的服事的高峰 就是在耶路撒冷 所以从11章到16章 耶稣的服事 巨细迷移地讲出来 每一个在受死的过程 洁净圣殿的过程 丁石架的过程 显明人每个心里的一个状况 你都可以一一祷告 主 我有嫉妒 那些祭司长的反应 我也有 兵丁的反应 我也有 路人我也有 主啊 你可不可以勉强我 像你勉强西门一样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勇敢像玛利亚一样 你可不可以帮助我 服侍你像那些妇女一样 你可不可以光照我 给我力量 像那个约瑟一样 亲爱的主 帮助我 让我在爱中来服侍你 这就是马可福音 给我们所带来的力量 和恩典 所以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 主帮助我 你的复活 教导我怎么继续传福音 你的复活 怎么给我有智慧 开启我的心窍 懂你的话语 我怎么去挽回那些伤心人 怎么让那些离开教会 失望 对教会失望的人 往银马五十的那些人 我带他们剥饼 重新去纪念你的爱 我带他们喝杯 重新引回他们 与你的立约 我们今天有一个能力 把那些 以马五十的人 带回来 也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就是 服侍 借着服侍 让我们警醒 借着祷告 让我们警醒 借着等候 让我们警醒 我们就相信 每一次的服侍 每一次的祷告 每一次的等候 主都与我们同工 亲爱的家人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 所以马可福音 真的会给我们力量 你今天就用15章16章 好好地在神面前祷告 在神面前悔改 在神面前呼求 愿他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完全都成就在我身上 也成就在我们教会的当中 亲爱的家人们 感谢您对 Bible Race的支持 如果您愿意 志愿协助 将我们的中文语音 翻译成英文 或志愿协助 我们的影片剪辑 请email至 serviceat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视频